下面一句 長毛,他是誰 不要講太多以前 不要說太多以前 但我只想講一樣,不關以前 大家知不知道撐到底下面那句 長毛摺了什麼給我 那次在泽鐵的工廠 我說撐到底,長毛那句話更好 撈爆他 撈爆他 那麼我想問 撈爆他,他是誰 他就是一黨專政 我想問我們經常說結束一黨專政 但我們不要說結束一黨專政 抓爆他是不是顛覆國家政權罪呢 我不知道 可能更厲害的 因為顛覆和抓爆 抓爆國家政權更厲害 所以今天未立 大家這麼想 但是抓爆他這一句就是 長毛一路接著說的 但我們不僅要抓爆這個一黨專政 我覺得剛才Jimmy說得很厲害 就是我們整個抗爭的聯盟本身 其實就是要抓爆這個不公義 是為了弱勢 大家最近經常很生氣 我們天天職工黨會收到 為什麼我拿不到九千 誰說我九千是給你的 我九千從來沒有說給你的 從來都是給老闆 紅色資本家 藍色資本家 全部都是給他們 所以我們說抓爆他 所以我們說抓爆他 其實從來我們 公黨和社民連 從來都是要抓爆這些不公義 所有知道香港 為什麼這個政治 民主一直要抗爭 就是因為那幫 避到利益集團 紅色資本家 藍色資本家 所有他們這些資本家 就是要壓榨我們打工仔 壓榨我們的弱勢 所以我們要抓爆這個制度 當然我們說抓爆他 這個就是我們抗爭聯盟 將來一定會繼續和大家做 但是現在當然大家都知道 國安法殺到埋身 其實我們經常覺得 國安法殺到埋身 香港人已經變了自處 我覺得不用想太多 我覺得是三堅 又要堅決 堅定 堅持 沒有其他事情想的 堅持什麼呢 其實最後我們要回到 剛才阿神子傑說 那三大的抗爭的連結 公民社會 議會 國際 公民社會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我們有這麼大的 抗爭的運動可以出來 就是多少年的公民社會的累積 一次過爆發 將來我不知道怎麼爆發 但是將來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如果我們公民社會是強大的 我們抗爭絕對是可以大力改變 所以希望大家 今天我 穿衣服 送給參政 那三個人 不過我不會脫的 因為我上次脫很嚴重 我上去脫了我衣服之後 長毛跟著脫 那我們兩個都無謂欠仇 所以就是 但是我的心 真是想給大家 所有我們這裡的人 就是我們是真是 撐到底的 一定和大家香港人 是三堅 堅定堅持 堅決地撐到底 那這個就是送給大家參選的 也就是希望香港市民 大家記住一件事 不要打算是 現在選舉日 有些人說 9月6號投票 我到時 不是的現在 7月11號12號已經是 希望大家記住 7月11號12號 我們是香港民主派的初選 為什麼民主派的初選 為什麼大躍平台勾 要這麼辛苦呢 就是為了我們可以拿到最好的一個 在議會裏面最大的一個力量 算過了 我整天天天 晚晚 天天都要臨盒 那些陀佛的66443 什麼66443呢 這個就是在比例代表制 我們六成小票之下 可以拿到最好的 當然最好的 就更加好的66443 但是我們真的大家 7月11號 大家要出來投票 那大家出來投票 就是為了我們未來 是大家一齊的抗爭 下一個開始 我們一個最大力量的一個種子 那麼希望大家努力 萬有抗爭 萬有改變 萬有改變 萬有ンダー 萬有講 萬有其欺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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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